現在講弱款 那弱款一定要比本文小 那如果你不知道寫什麼字 一樣剛才不是有介紹過了嗎 去找字庫 找完字庫以後你把它 放旁邊就好了 那現在就可以弱款嘛 現在是以未年 那弱款要從 下面這裡開始寫 這個大概一個字左右 這裡一個字 大概這個一個字從這裡開始寫 那字一定要比本文小 一般都是這樣子 除非你要創作一些 比較現代的 否則傳統的歌式 都是寫的比較小 大概比較小 那比他小不是說 我這都要跟他一樣小 而他是有大大小的 就是整體感不能比他大 免得強了 本文的風采 那麼以我刻意寫小 那未年 就稍微寫長 年呢 年就上寬 中載 下面拉長 因為年 然後通常名字上面可以空一個啦 這樣可以彰顯字眼名字 如果你一直寫下來就不知道你 你的名字在哪裡 通常會空一格或半格 隨便你 怎麼快的消失 乘 剛才講過 要比較小 你就要很努力的 把它寫小 當然 這大概是兩公分的格子 寫落款的時候就會覺得 這支筆略大 那筆略大 還是可以換 如果你有 這個是 我這個筆是 0.7 那你可能說拿個0.5來寫 也OK啦 但是最好用相同的顏色 免得被人家看出來 那這樣作品就完成了 那下面如果有印章 還可以蓋印章 當然一般的沒有這麼小的印章 所以你刻一刻 那圓正常 通常上面會開的比較近 下面這裡會空的比較多 這樣比較好看 這樣感覺這個字往上集中 往中間集中會比較好看 不要這裡 很多人都喜歡把這裡空很大 然後你把名字壓在下方 這樣是不對的 好 這就是 一個作品 那包含你後面怎麼落款 都幫你設計好了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